那一年,谢霆锋用80万的天价竟投了一个罕有的车牌,FEI,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王妃,当时他们是甜蜜的。 然而好景不长,2002年凌晨时分,谢霆锋的法拉利跑车在香港岛红棉道发生车祸被撞毁。 事件发生以后,有人发现一名长相酷似谢霆锋的男子从车上下来,慌忙叫停另一辆车逃离肇事现场。 据香港传媒报道,事发前谢霆锋和张柏芝一起在卡拉OK唱歌,喝了很多酒,其后驾车离开。 车祸发生后,张伯芝应该是目击证人,但随后却有成姓男子前往警署厕守。 与此同时,王妃正在深圳参加音乐盛典。 当天下午,王妃来到颁奖现场,当记者问起当前谢霆锋出车祸的事,那一瞬间他的脑子一炸, 他才知道谢霆锋肇事逃逸,和张伯芝驾车离开了。 王妃伤心欲绝,同时谢霆锋与张伯芝的各种传闻蜂拥而至。 王妃一开始还是选择原令,但同年,谢霆锋因交通顶报案被拘捕, 而抓捕的地点就是在张伯芝的家中,这个消息让王妃丢尽脸面,此次二人正式分手。